然後從這邊走 然後一路從這邊走 這遊戲蠻有趣的吧 就是解謎啊 然後就一路來到這邊 就可以進到這個房間 這房間裡面有什麼啊 大家好 歡迎大家在底集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蜜托羅德 究極複刻版 我說欸 上集我們來到這個星球 這個叫太龍四號星球 那我們現在就來去太龍四號星球做冒險 我們上集玩到最後 我們失去了很多很多的能力 那今天我們要回復的能力是 火箭的能力跟球體的能力 我是這樣子 我下了這個飛船以後 我走這個地方 因為 這個地方看起來就是可以進去的 一個入口 我們從這邊進去 在飛船的 這個地方 整個地圖的這裡 我們從這邊進去探險 覺得射擊並不會是非常難的地方 就是在遊戲裡面 那我們就繼續往這邊走 只有一條路 你會來到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啊 如果你 掉到水裡面去的話 你會 減少生命值 我掉給大家看 欸 居然沒有欸 我記錯了嗎 那更正一下 掉到水裡面不會減少生命值 接下來我們可以往 這邊走 往右邊走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門 除了這邊有個門以外啊 其實 左上方也有一個門 可以上去 不過我們先走 這個門 左上方的門到最後你會發現 你需要用飛彈才能開門 所以我們先走這邊 先拿到我們的火箭 拿到我們的飛彈 然後再繼續去解上面的門 掃瞄一下 這樣就可以把電梯開起來了 我們就可以上去 到一個叫做 鳥人部落的地方 今天我們應該大部分 就在鳥人部落 這邊 來解謎 鳥人遺跡啊 不是鳥人部落 鳥人遺跡 只有一個路可以走 就是我們前面的路 這邊偵測到 不明訊號來源 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去這個地方 遊戲如果你卡關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大概要怎麼做 就對了 我們就繼續往這邊走 因為只有一條路可以往這邊走 鳥人遺跡 我們來了 一開始就到這個鳥人遺跡這邊 有一些 過來先把它打爆 應該不會很難 然後你就會看到 左邊有一個門可以進去 可是現在我們沒辦法進去 因為這個門需要有火箭 才能開這個門 我們現在沒有火箭 我們先去找火箭能力 再回來開這個門 我們就往這邊走 我們就往這邊走 跟我走 不要迷路了 講如果你可以看這個地圖的話 你會發現我們現在左邊有一個門 然後我們 右上方有一個門 右後方有一個門 那我們先去左邊這個門 也就是這邊 這邊的門 來去拿我們的火箭的能力 超多的螞蟻 然後有些螞蟻還在地上 把他們都打爆 然後還繼續往前走 這邊有一個眼睛 把眼睛打掉 可以暫時讓他不會發雷射 或者要被雷射照一下也可以 好喔 然後我們來到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 可以走上去這裡 有些蜜蜂 有些蜜蜂 好像 這邊 我們可以往後面走 可以繼續闖關 但是如果你走到這邊的話 你往前走的話 前面是一個 存檔點喔 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存檔點 好 好 我存檔以後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我們可以走 剛才這邊 把這些蜡蟲打爆 然後我們一開始要去拿我們的 這邊有一個 逆風 一開始是要拿我們的火箭就對了 不然什麼事都沒辦法做 這邊有些發光營火蟲 小心點 箱子裡面通常會有一些補血的東西 或者是補飛彈的東西 大家看到箱子可以把它打破 這樣我們就來到這個地方拿火箭 火箭在我們前面 不過在拿火箭之前我們要打一個怪 這個怪它會發出很多很多的命蜂 我覺得蠻難打的 我覺得蠻難打的 這個命蜂會比較好打 不過蜜蜂飛得太快啊 超快欸 我被蜂飛得那麼快怎麼打 我絕對聽聲音來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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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頭要昏了 目前生命值堪憂啊 已經74了 滿血是99 漫無目標的打罐 喔可以了嗎 像這樣 把這個boss打掉以後 我們卻拿到我們的火箭 喔不錯吧 拿回了一個能力 那今天除了火箭以外 我們還要拿到變球能量球的能力 導彈了 導彈 按下R可以發射導彈 好那我們就可以打開這種門 這需要導彈才能打開的門 那裡面有一個能量包 能量包的意思就是 比方說只有99的 99的生命值啊 能量包是可以增加 生命值增加100點 所以現在我們有199點的生命值 那像這樣的標誌代表這個是火箭 所以我們如果 撕了這個火箭以後 我們就可以補滿我們火箭的那個數量 好啦我們離開了 這邊除了 這邊除了有剛才這個 恩 道具以外 有 剛才那個能量包以外 還有一個小小的洞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變成一個球 我們要獲得能量球的能力以後 才能從這個小小洞走出去 那我們現在就來去 拿我們的能量球的能力喔 大家跟我走 我們要回去 剛才的一個平台 好 現在我們有了飛彈以後 就可以把這個 蜜蜂蜂槽打爆 把蜂槽打爆以後 就不會有蜜蜂跑出來了 然後 我們在繼續往回走之前 可以先去這個下面這邊 這個很重要 這邊是地圖 所以如果你什麼時候 想要看地圖的話 就可以從這邊走 這裡是需要先拿火箭 才可以拿地圖 這遊戲很容易讓人搞錯 容易讓人迷路 所以如果有地圖的話 就非常非常的好 推薦大家可以先拿地圖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然後可以看看這個地圖有多大 這些都是我們要冒險的地方 我們才冒險一個部分而已 現在我們要走回中間這個 黃色這個地方 現在在發光這個黃色的地方 這邊主廣場 我們要走回主廣場 好 那我們就從這邊走 現在我們有地圖了 應該比較不會迷路 把蜂巢打壞啊 把蜂巢打壞啊 這個啊 看到蜂巢好像不爽 把蜂巢打壞 那現在有看到一些 漂浮在空中的這個東西啊 我們現在沒有 沒有蓄力的那個炮 所以沒辦法把這些道具吸進來 很可惜 那我還是一樣把這個眼睛打掉 然後過去 眼睛打掉以後 他會 又會重生就對了 如果你真的想把眼睛打壞壞 可以發射你的飛彈 欸 打不壞 可能要蓄力炮才能打壞 我們繼續走 有多小小的蟑螂還是什麼的 把我嚇一跳 好這樣我們就來到 我們一開始這個廣場 好喔 這樣我們該從這邊下去的 現在我們從這個方向走 這邊 然後到這邊喔 這是我們 影片開始的時候看到的門 這門需要火箭 需要導彈才能打開 我們現在獲得導彈能力了 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门 这个门里面有变成一颗球 变成能量球的能力 所以我们打开这个门以后 去拿获得能量球的能力 好多蟑螂 然后我们来到这边 这下去看起来就是不太妙的感觉 然后那边就是我们的能量球 那我们下去了 勇敢的下去 关门放狗了 那你会先遭遇有一些 比较小的怪 不要忘了 你现在已经拿到了能量棒 所以你可以有多一百的生命值 所以你可以多一百的生命值 先把小怪处理一下 应该不会很难 还可以随时补命 接下来就是比较大的怪 这个怪 是这样子可以扫描他一下 其实他屁股是红色的 只有打他屁股那地方才有用 你打他其实没有用 他叫做巨人甲虫又有高硬度甲壳的昆虫 然后他说 只有腹部他的屁股比较脆弱 所以打他的秘诀是什么 这样打没有用 你要跟他面对面的时候 他向你冲过来 他准备向你冲过来的时候 你按B去闪他就可以了 像这样 他向你冲过来 按B 然后给他屁股轰一下就对了 也可以给他屁股火箭 火箭没有用太慢 像这样 等他向你冲过来的时候 按B 你一直射他没有用 按太慢的话 有被他冲到 有被他杀到 应该蛮简单的 应该蛮简单的 我们就获得能量球 这样可以变成一颗球 变成一颗球 就回去 可以回去刚才 我们拿到 导弹那个房间 然后用变形球 再继续去解其他的关卡 按Y可以变成变形球 然后这边其实有一个 里面有一些东西可以拿 不过现在我们还没办法拿 要等到我们有变形球炸弹以后 才能 才能进来这边 用飞弹没有用 用飞弹没有用 要有炸弹才有用 那我们就从这边离开 变成一颗球离开 要小心刚才的小蟑螂 感谢大家来到我的 我的影片 那如果这影片有帮助大家 玩游戏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我就是很努力的在玩 米特罗德这个游戏 就我有迷路好几次就对了 然后这个是我练习过以后 就最简单的过关的方法 先拿导弹 然后再拿变成一颗球的能力 能量球的能力 然后再回去这边 再回去刚刚我们拿导弹的地方 哇 哇 hhh 哈哈 这样 每次來這個房間,怪都會存生 我現在在幹嘛,我現在要回去 回去我們原來拿導彈那個房間 營火蟲嗎?營火蟲嗎? 這是我們剛才打很多很多蜜蜂的地方 然後我們拿到導彈的地方 大家記得嗎? 這地方蠻讓人容易迷路的 那之前我們來到這個房間,我說我們還沒有變球的能力 現在我們有了 我們去變一顆球 然後從這邊走 然後一路從這邊走 這遊戲蠻有趣的吧? 就是解謎啊 然後我們就一路來到這邊 就可以進到這個房間 這房間裡面有什麼啊? 有很多蜜蜂喔 沒有沒有,不是這個房間是個電梯 這房間就是一開始 我們遠端偵測所有電梯的地方 我來偵測一下 這邊可以進入火山洞穴北部 如果你站在這個上面的話就可以進入火山洞穴 但是 我其實沒有要進去 我不小心站在上面了 為什麼我現在不進去 因為現在進去其實沒有什麼用 現在進去就是 下面是火山 你要有防護衣才能 進去火山的區域 不然會被熔岩熱到 有點像是薩達傳說林克啊 沒有防火衣 然後你去火山區可能會被燒死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去火山區 我們只能上去 上去除了電梯以外 還有一些房間 這樣 其實有三個房間 這個房間我們還沒有進去過 我們進去一下 這房間裡面 可以變一顆球 我現在在這邊 我們是從 電梯那個房間來的 也就是這個1這個地方來的 然後現在要到比較小這個房間 出發囉 錯過那個洞 變成一個球 要穿過這個洞 不小心會錯過一些通道 如果你卡關的話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會來看我的影片 我有幫大家研究好就對了 我們來到這個房間 這房間有一個謎題 長得像這樣 這個謎題的話 我有錄影片來解這個謎題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解 這要等到有炸彈以後才能解 我們現在只有導彈而已 還沒辦法解 你可以偵測一下 他是說 這邊是門鎖 需要炸彈才能解 我現在剛好沒有炸彈 我們就繼續往這邊走 這樣如果從這邊出去的話 就是剛才那個大廳的這個地方 你在這邊可以拿到一個能量棒還是什麼 能量包 這樣我們沒有多了100的能量 100的生命值 現在我們有299的生命值 推薦大家來拿 我們剛才從這邊下去了嗎 大家不記得了嗎 那我再走回去 原來的地方 這邊 這是解謎 我們之後再來解 然後變成一顆球從這邊出去 然後變成一顆球從這邊出去 這是我們剛才來的地方 就是我們下去是火山區域 我們剛才走了這邊 然後也可以走這邊 這地方有很多蜜蜂啊 然後看起來我們可以變成一顆球 不過我們要有特殊的能力 才能繼續上去 這是要使用磁軌系統 我們現在還沒有磁軌系統 要提升變形球性能 才能繼續往上面走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去哪裡 接下來我們不可能從原路回去 因為接下來這個洞我們跳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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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從這邊走 從這邊走回去原來的地方 從這邊走回去原來的地方 就是剛才我們 變成一顆球 等一下我錯過電梯了 然後一路到這邊 然後一路到這邊 其實我剛才還有謎題 然後從這邊出去 好我們出去了以後 不要這樣子把遊戲關掉 如果你這樣子把遊戲關掉的話 它會從上次的存檔點開始 再繼續讓你玩遊戲 那你剛才做的那些事情都 它都沒有紀錄了 所以我們要找到最近的存檔點 在這邊 我覺得有點煩對不對 還要正到找到存檔點才能 才能存檔 我到這個房間以後 這房間就是存檔點 我們剛才是往這邊 我們剛才是往這邊走 如果我們往後面這邊的話 這就是存檔點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個地方 我們打算下次玩的時候 我們會拿炸彈 會拿炸彈能力 會拿炸彈能力 我們還會拿蓄力的能力 我還會拿 防火衣的能力 我們要拿三個能力 那我更多更多的BOSS要打 那就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 我會見你 不傳說 怎麼訂了 我們下集了 你們怎麼就 我們下集了